這是在台中的重畫區的透天別墅 那葉主是一個60幾歲的退休夫妻 那葉主的4號是收藏木雕 葉主有收藏試鏡集 那主用的兩邊 我們幫他規劃了一個整個木質的櫃體 來做搭配 上面天畫板的部分也都有 那後方也有一個主要的 設計規劃 大型的木雕設計 這樣的擺設有迎賓的效果 讓來的客人都能夠了解 業主的收藏跟喜好 業主找這個房子的時候 其實找蠻久的 因為想要一家三奈銅塔 好不容易找到這一間 覺得大小很OK 那房間數也都很夠 所以我們就有設計從無到有 不管是任何建材都有挑選過 因為有小孩還有比較長輩型的 所以就 東線上考量就是盡量 空間不會有阻礙 不會有危險啊 碰撞啊 因為小孩都會跑跑跳跳之類的 所以東線上就是盡量以寬廣舒適 方便性為主 櫃子上面的話就會有一些 倒腳啊 圓弧形 因為有小孩子 而且老人家也可以浮一下圓弧的部分 因為業主還蠻喜歡木雕的 所以當初他買好這個房子的時候 就有決定要把一組木雕椅 希望說我們幫他放進去 為了不想要讓整間都有 木製的物品太多而太沉重的部分 所以我們沙發配場的部分 就用藝術玻璃去表現一些現代的感覺 土岸的樣式部分還有特別大的一個牡丹 還有高貴的感覺 整個氣場就不一樣了 因為屋主他喜歡養魚 所以我幫他量身訂做一個魚缸 也有一些風水的考量 有特別去算過 這個魚缸的尺寸啊 還有位置這樣子 在風水上的話就 剛好可以搭配他的木椅 可以有水生木的效果 這個整個池場 氣場上就加分了起來 他總監品大概有快200坪 那他二樓的部分是主臥的部分 所以是一整個空間都是給主臥 那業主他六十幾歲了 所以生活上可能會養老為主 那我們旁邊有做一些渦榻啊 就是可以讓他稍微休息啊 那顏色的部分就是以深色為主 可以有舒眠的效果 設計的部分就以簡單為主 那沒有那麼多繁複的設計這樣 我們往上走的話 三樓跟四樓都有規劃一個小孩房 那三樓的部分是以粉紅色為主 是女孩房 四樓的話就是以綠色 是男孩房 綠色的部分是希望說他 因為明亮又有點跳脫的感覺 那小孩子可能3C產品 因為看的比較多 綠色的話對眼鏡也比較好 五樓的部分就是神明廳 他有延續整個設計的基調 就是深色木紋為主 我們幫他搭配了一個夾衫玻璃 就是要有一點點穿透性 那他是配金色的 而且他的天花板上有特別的設計 燈光照下來其實他的輝映也還蠻漂亮的 也很搭配整個神明廳 整個感覺就很莊嚴很高貴這樣 因為他是一個三代銅塔 那年齡上的差距都不小 所以各自的喜好也不一樣 設計上我們就組成設計 因為現在人都喜歡現代風北歐風 藉了這個三代仔之後 其實還蠻能體會 各個年齡層的生活方式跟喜好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挑戰跟體驗 我相信對未來我以後的設計路上 是一個很好的養分 不知道他在這裡 其實是你的小朋友 是一個很好的 吃一塊 吃一塊 他會有什麼的 吃一個年快樂 就算是喝一塊 我也是去吃一塊 吃一塊